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大家有試過用露營地洗村民嗎? 這雖然不是什麼心情爆了 但今天要來教一下大家 怎麼快速的利用露營地 來洗出自己喜歡的村民 那我今天分享的是 我自己在洗村民的時候 自己摸索出來的方法 就是有一點我流的感覺 也許我用的方法 不是最快速的 但我覺得還蠻有效率的 所以來分享一下 那在開始說明之前 有幾點要事先聲明 露營地挑選村民是需要調整時間的 而且會在挑選後發生幾個比較不好的後果 那這些我會在影片的後面說明 大家看完後再來決定是否要使用這個方法 在開始進行露營地挑選之前 所以要先請大家檢視一下自己的島民狀況 帳篷挑選比較適合 島上已經住滿10位動物居民 而且沒有空地的狀態 有空地的話還是用里程買機票挑選居民吧 那如果你是在有空地的情況下 在使用帳篷挑選 會因為調整過日期的關係 你的空地會被狸克強制塞入居民 再來要大家看一下島上各個島民的個性 動物森友會的動物們總共分為八大類的個性 運動、悠閒、自戀、暴躁、成熟、元氣、普通、大姐 先看一下你島上有沒有缺少哪一個個性的居民 及缺少的該個性的所有動物中 有沒有你想要找到島上的動物 例如說我現在我的島上 我的島上目前是沒有元氣的居民 那如果我要使用帳篷挑選的話 我就要先看一下元氣系的所有動物中 有沒有我想要的 那為什麼要注意這些事呢 因為來露營地入住的動物 高機率會是你島上欠缺該個性的動物 那如果剛好該個性中有你喜歡的角色 那就很適合用這個方法來刷居民 還有一點一定要注意 就目前以知情報來看 來過露營地的人就不會再來了 這件事有好有壞啦 好的當然就是你可能一輩子 也不會想把他拉進島的動物 以後也不會再看到他來你露營地露營 那壞的呢就是 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在喔 像如果你本來沒有要刷捷克 好死不死捷克跑來露營 那你放他走以後他就不會再來露營了 像我就是放走了來露營過的茶茶碗 然後到現在我都還耿耿於懷 像我就是沒有做好覺悟做好功課 那我們做好功課 抱持好覺悟 那我們就開始刷吧 大家還記得你們上次露營地有人來是什麼時候嗎 一開始我們要先抓一個區間 我稱之為容易有人入住的區間 像我的話上次有人來露營是5月10號 那我抓個前後各兩天 大概5月8號到5月12號 假設這是我比較容易有人住進來的時段 那我就要先把時間調回到8號的前5天 也就是5月3號的4點59分 調整完時間後進到遊戲裡 等5點整西施會的廣播 再來我們就可以直接關掉遊戲 再把時間調到我們假設的區間 5月8號的4點58分 為什麼要調在58分呢 我現在來解說一下 我們在5月8號的4點58分進來 這時間點它還是算在5月7號那天的事件 那如果進來後西施會的廣播中 沒有提到有人來露營 那我們就這樣放置個1分鐘等5點 西施會就會廣播一次5月8號的內容 這方法能讓我們調整一次時間 就能刷兩次帳篷 就可以省下很多讀取的時間 像這樣就沒有人來露營 我們就放著等5點 等它廣播第二次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1分鐘的時間 就可能順便搖一下傢俱也可以 好5點了 那我們就可以再等它廣播第二次 那如果說58分進來後 西施會廣播說有人入住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1分鐘的緩衝時間來記錄 然後跳回主畫面把遊戲關掉 再把時間往前調個1-2小時 讓我們有充裕時間 可以把帳篷裡面的人邀請進島就可以了 那今天5月8號兩次都沒有人入住 我們就再把日期往後跳兩天到5月10號 一樣調整在早上的4點58分 因為我想大家島上的情況可能都不一樣 剛開始可能要試一下自己的區段在哪邊 可能要兩天兩天跳好幾次才會有人入住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一旦抓到區間就會很好刷了 那我其實對自己現在島上的居民已經很滿意了 所以我是不會再繼續刷帳篷啦 但因為身邊蠻多朋友在問 我就想說乾脆拍個影片來教學比較快 那像我現在就超怕刷到捷克怎麼辦 島上沒有空位給他進來 喔 今天有了 那我們就趕快利用這一分鐘的時間存檔 接著跳出去我們把遊戲時間再調往前 兩個小時就好 千萬不要調太前面 就是不要超過12點 因為這樣就等於是換了一天了 所以我們大概換到兩三點左右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進遊戲就可以來看看是誰入住了 那因為我現在島上沒有元氣系的居民 所以這次入住的居民是元氣系的機率應該是蠻大的 我們來看看是誰 是隻老鼠 果然是元氣系的沒有錯 那我們有成功刷到動物入住了 如果來的不是你口袋名單中的動物 我們就直接再回到你區間的前五天 像我的話就是再回到5月3號的4點59分 聽完西施會的廣播後 再繼續回到5月8號的區間不斷輪回來洗帳篷 以上就是這次刷帳篷的流程 那開頭有提到刷帳篷會帶來幾點壞處 那請大家看完後再決定是否要用這個方法刷島民 那第一個壞處就是花跟草會長一大片 如果你島上剛好空地很多 能讓他們亂長 那到時候整理起來應該會很想死 然後第二個就是 與島上居民的親密度會稍微下降一點 畢竟我們這樣子跳時間 就等於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去跟他們互動了 那像是改動物的口頭禪 專屬招呼語 甚至是拿動物的照片這一類的事件 都會因為親密度掉的關係 需要再花時間重新培養 才會再度出現這些事件 那第三就是你的信箱會爆掉 特別是快樂家協會 會一直一直寄進來 那他又沒有辦法一次刪很多封信 你只能一封一封的刪 到時候整理也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第四點就是每日登入的 里程要重新累計 雖然三百點對一些人來說 可能也不是很重要 另外就是有大頭菜的人 千萬不要挑時間你的菜會爛掉 好 那今天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對那些打算用帳篷刷島民的人 能有所幫助 感謝收看阿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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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